进入秋天,很多树木又开始新一轮的生长 这个季节的生长,我一般只剪掉不需要的不定芽 不进行大幅度的修剪 因为随着气温的降低 新长出的枝条需要长到一定的老度才能抵御寒冬 很多树种的不定芽密集的地方会长出六包 在山口附近的枝条生长越旺盛 山口愈合的越快 所以我会保留山口附近的枝条 等山口愈合好了再进行修剪 很多开花的树种在入秋以后花苞已经形成 如果在九月以后进行修剪 会影响来年的开花 盆景的修剪随着季节的不同 修剪方法也有所不同 尤其是挂果的树种 修剪的时间会直接影响来年的开花结果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分享秋季的修剪知识 让我们一起学得更多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修剪一颗小时级 小时级的不定牙非常多 之前的修剪基本上是用做云片的方法来剪 现在看来有些杂乱 我先剪掉树干上的枝条 再进一步慢慢修剪 这颗斜杆的小时级 感觉做一颗垂柳的造型比较合适 刚开始觉得垂柳造型比较简单 把枝条拉下来就可以了 做到一半才发现过于重复 而且太过于密集 没有层次 为了摸索垂柳造型的规律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做出来还不好看 最后总结出高低错落的顶和左右疏密搭配的构图非常重要 经过仿佛的调整有了一点点感觉 很多东西看似简单 做起来却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学习不能高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自己 用心去实践 用心去总结 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